接下來我可能會留一點時間讓我們現場做一點討論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談到司法改革議題 那我也相信司法改革議題 應該是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甚至整個台灣很多人都非常高度關心的 包含剛剛這個林律師也提到說 這個天下雜誌最近做那個調查 關於信任度這司法的信任度 那我想要先有一些 我自己也有一些想要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的問題 關於剛剛其實林律師提到了 從過去的司法改革運動 我想要丟幾個問題給大家想想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也許林律師可能也會有答案 因為林律師談從法官的立場 體制內法官的立場 法官的司法獨立運動 那我一直有一個很好奇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法官的這個司改的運動 從體制內看起來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成功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檢察官沒辦法 其實有一些人有提出答案 那我想要要求大家來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檢察官沒有 而且其實檢察官的改革運動 是相對比較慢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司法瀨爾相關的一些文獻或歷史 他可能是到甚至是到了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才得到一些初步的成果 那另外一個因為剛剛 法官的改革運動裡面其實提到了幾個很重要的關鍵 包含了這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案件的 這個失誤分配的問題 然後另外談到了這個人審會的問題 那另外又談到這個送月制度的問題 好那我因為其實我覺得對另外一個議題 我很有興趣就是人事的問題 為什麼 比如說因為剛剛林律師提到說 你後來也離開了這個法官 可是有一些人是繼續留在這個法官的圈子裡面 那我就想到這個人事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司法還存在了某一種程度比較 我覺得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封建的一個思考模式 它是某種的升官圖的想像 就是說如果待在地方法院是比較不好嗎 還是說非得要高 就是到了高等法院 或怎麼樣才叫做升官 就是有一個升官圖的圖像概念 存在法律圈是好的還是壞的 也許大家可以待會來思考一下 那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有沒有什麼想要提出一些想法或問題 那我們可以請大家把握 一個人大概一分鐘以內的發言的時間 有沒有 這邊有一位 我們先收集三位問題好不好 還有沒有 不用客氣 好 不好意思 那個我可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聽各位說 我覺得就是司法改革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那大家中間也有一些成果 或者是一些挫折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在方法上面的問題 就像公司改那個網頁第一階段的時候有那個投票 就是我有去投過 我印象中它是票數多的網上面跑 我比較好奇為什麼是這樣安排 因為有可能有一個加大的效果 我其實很蠻想從裡面的這些敘述裡面抓到說 人民為什麼會對司法改革不信任的一個核心概念 但是因為這樣的編排方式 我沒辦法去準確的抓到這個概念 我想要知道為什麼 你說 欸 關掉了喔 欸 等一下 沒有 其實 其實它有很多種編排方式 欸 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對 妳看它上面其實有油心製 就會有多至少會進急熱門 但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編排方式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剛投出來 它是從就是一開始的頁面那個 對 一般人應該不會太去選擇其他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仍 人剛開進去第一眼 去做的選擇的時候 就是它編排的方式 在投票的時候的排列 會影響到它的順序 對 是 那應該是網頁設計的問題吧 對 這個我會反應回去資訊組的部分 好 謝謝 謝謝 對 那其實它有蠻多種選擇的 好 還沒有 還沒有 關於對於施辦 這邊也一位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 這邊也還有一位 好 兩位 兩位先 先發言 那個 我兩個問題問林律師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你 你後來回首你有想過 為什麼當初 投高投四次嗎 就是當初 你們推動改革之後 進去那個 就是第一次分擔那個 開會 然後投了四次 然後你有覺得是 你有 你心中有答案 你覺得 為什麼 就明明這是一個對法官改 這個改革對法官有利 然後 改了之後 法官 因為院長開始辦案 大家相對分的案子 也有比較傻 然後法條也是這樣規定 但是為什麼票投不過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 比較那個啦 今天剛好那個 呃 立法院有開那個 單一路會的公平委 然後我也想問問看 林 林律師的意見 因為這也是自發改革一環 謝謝 還有 謝謝 我想要請教一個新聞 是520那天的 就是行政法務部長 邱載山先生說 呃 司法改革要 站在人民的觀點來 就是 進行個改革 這樣 然後所以是以 國事會議的方式來 就是進行 那我想問說就是 對於這個 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想要 我舉例而已 就是最近 立法院他出審 通過了那個鐵路法 就是要 處罰那個黃牛 可能5到30倍這樣 對那它是一個刑責加重的 那人民他們的 普遍人民的 看法就是對 覺得就是法律法太輕這樣 像是酒駕 或者是死刑的準備這些問題 對那可能 人民普遍的刑感 可能會認為說 就是刑責要加重 那司法改革 在這個部分上 要怎麼做一個 回應這樣子 這個亂事用重點 我是這個觀念 我是超不喜歡的 如果我們的刑罰的界線 要擴到那麼大 我跟你講 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 有前科的人 我在馬路上吐一口痰 到底要不要判拘役 然後醫科罰金 或者判有期賭金 醫科罰金 這個民眾對於 這個所謂鐵路的 這個車票的黃牛 希望能夠加重處罰 這個是民眾的 看到問題的表象 認為加重處罰是有效的 這個處罰的執行假設 不能夠徹底 違法的事情 他本身就是一個賭博 很多犯罪者 他在做犯罪行為的時候 他不覺得他會被抓到 假設你的執行刑罰 不夠徹底 你刑罰再怎麼嚴厲 都沒有尿用啊 講真的 加州動不動就來死刑啊 人家到阿肯社去 為什麼治安那麼好 他們也有死刑啊 加州 加州 阿肯社沒有死刑 柯林頓執政的時候 當州長的時候 他的犯罪率是全美國最低的 加州死刑那麼多 他為什麼治安那麼差 他媽的我犯罪你抓不到啊 所以你怎麼樣 你定死刑我怕什麼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說 你對這個人處以重罰 你不如改善 或者機查 你內部的 這個售票的方法 或者是售票的這個 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程序的流程 那當然你如果加重處罰 假設你能夠測你的執行 確實有案必抓 有抓必到 那OK啊 那抓久了 就沒有人敢賣 敢買那麼多票 然後才賣 當黃牛嘛 這是第一個 我的看法 剛剛這個同學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國事會議 對 國事會議 邱帶三他是司法官23期 那他跟我是私人交情是很好 我們常常在談司法改革理念 其實他是我的學長 他是早期的檢察官的改革派 當時他們在修理要辦 那這個當時的 我記得是 好像是法務部長 那因為 這個遇到很多的挫折 所以他們是辭職 在地檢署呢 召開記者會 幾個檢察官辭職 那這個國事會議的議題 其實我們司法改革基金會 我們有提出很多 我們改革的方向 那同學如果你上網去看 司法委會的立場 你可以很清楚 那邱帶三期講這個話 因為他是 蔡英文點名的法務部長 是因為他知道 蔡英文10月 要召開 司法改革會議 他才在媒體上這樣講 假設他不知道蔡英文的想法 他屁也不敢放 我講說的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要改革什麼 他就是總統府要改革什麼 他都改革什麼 但是他上台 他有在自由時報裡面 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講了兩點 我倒是非常佩服 第一點 他將來檢察長的調動 要看他各屬檢察官 偵辦案件起訴以後 他的無罪率 太高 那你檢察長 你就準備下台了 日本的檢察官 起訴 一千件 九百九十八件有罪 人家在日本當檢察官 真的是 很厲害 走路 會出風 真的 哇 我就覺得 要想日本 日本檢察官 如果你有一件被不起訴 你完了 你掉到哪個地檢署 你就是那一隻 老鼠 如果你一輩子 可能就只有那一件 人家從來都沒有 一千件 有九百九十八件 都是有罪的 我們的貪毒案件 到四成判無罪 你看我辯護的 盆白寫 最後無罪確定 搞人家搞九年 蘇智芬 無罪確定 我是他掙扎中的辯護人 林柏龍 時期的弊案 最後無罪確定 我是他辯護人 我們是這樣 我們的檢察官是在還政治人物 是這樣還政治人物 然後他們可以踩著別人的 政治的前途 犧牲別人的政治光環 然後呢 升主任 還可以幹到檢察長 天下有這樣的一個制度嗎 所以秋 他說他今天講的說話 可能是有把我的話聽進去 我就跟他講 會辦案的檢察官 升不了官 會搞人的檢察官 就當檢察長 你如果能夠改革 那 我告訴你 你一定比馬英九 留名更長 馬英九當過法務部長嗎 那時候 原辦公會選 不是大家對他掌聲嗎 只有李登輝對他很賭爛 但是他最後還不是當總統 好 OK 那第二個他講 這個濫刑起訴 剛才講的濫刑起訴 第二個 這個濫刑上訴 他以後要注意 我的無罪判決 職業 已經21年了 我打過多少無罪判決 只有兩件 檢察官沒有上訴 在搞什麼鬼嗎 打過的無罪判決 我已經數不清了 真的 每個月都拿到無罪判決 為什麼你們都要上訴呢 沒有一件成功的 讓我的當事人 要多付醫師律師會給我 所以我心很不甘 真的 我不願意接受這種錢 對不對 很糟糕 哪有這樣的檢察官 追殺到底的 法官查的認真辦完的判決書 寫的夠說服力 你要認錯就放棄了 怎麼可以這樣搞好百姓 搞到 非要搞到最高法院講話 駁回了才確定 所以國事會議要改革什麼 我看邱在他的體系裡面 你就把你們檢察官好好的 顧好就好了 司法院的就歸司法院管 好不好 這是兩個問題 我簡單回答一下 那剛才這個同學講到 單一路會全國職業 我跟年輕的律師不用了 我不是說我跟你們站在一起 我對這些現在有舞台的這些所謂 德國路會你要多少錢 五千塊台幣 五千塊台幣 德國路會 我當個律師 我想從事 不一定要賺錢的案子 我還要到 到台東去登陸要花五萬塊 我怎麼知道五萬塊 因為 南投有一個原住民的立委 他的險區是全國的 他在台東請客 被認為是會選 那怎麼辦 他信任我這個大律師 他希望請我啊 那我說那我沒登陸啊 登陸會他要出 我才知道原來 哇 台東要五萬耶 越偏鄉的越貴 然後好像我們台中好像是兩萬多 台北也兩萬多 好那你想 如果你一個年輕律師 你要登陸十個 你至少要先拿出三十萬來 開玩笑 那你當律師 一見面就要拿三十萬來 我如果要當義務律師 像邱潛智 他整個全國都跑了 他自己花錢自己登陸啊 他要做公益 也要花這麼多錢 我是覺得非常不合理 我不是站在年輕律師 替年輕律師講的話 我只是覺得做一個律師 他的使命跟他的職責 那你公會為什麼要收這些年輕律師 那麼多的錢呢 每個月還有入會會七百到八百塊 每個月 所以你假設你登陸十個 你不得了耶 你給他算一算 每個月一個一千七百塊 你一個月就要付七千塊 假如你要登陸十個工會的話 那當義務會全國之夜在我來講 我會希望我們要建立一個powerful 有實力的全國的龍頭的總會 為什麼 你才能跟法務部長跟司法院長平起平坐 你去看看日本 最後要推個法案 他是把日本的力學的總會長請到座中間的 先發表意見 我們的全員會 拜託耶誰理你啊 連辦公室都沒有還要跟我法務部借地方耶 對不對趕緊都還趕不出去耶 到去年才搬走啊 誰會看中你這個什麼全員會的理事長 那個虛敏啊 我跟你講我當過台中律師公會的理事長 完全是虛敏 不要來這一套 我覺得改革就是這樣 那不然的話我就說嘛 你們年輕律師發動一個嘛 大家來投票啊 公投 你敢嗎 我保證你們全員會 現在的全員會絕對不敢 我贊成單一路衛全國之夜 只要我的基礎是希望 我們歷世界有個強而有力的龍頭 能夠真正領導律世界 而且我認為全員會應該 理事長應該是全國律師自選 有民意基礎就有責任 不要用現在這種分配式的 讓人家看不起啊 律師已經 這個信賴度已經比法官快要接近了 不要再讓人家看不起 這是你第一個問題 那你那個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當初投票事實 對對投票事實 我跟你解釋一下 投票事實不是說 有的法官不同意這樣的形式 不是這樣的 就是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在搞事物分配的這個自治的時候 要把這個權力 從院長的手上 把它拿回來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法官的權利嘛 那我們當然知道 院長他會提出一個對案 院長會提出一個案 就是說今天 民意庭要判哪個法官要調哪一個位置 哪個法官要調哪一個位置 他有一個案他會提出 那這個案因為你要 權力法官要表情 所以院長跟他的幕僚會去思考 盡量不要讓有法官反彈嘛 可是這個案進來的時候 我們也提了一個對案 我們這個改革派這邊 我們也提一個對案 就是說哪些人要排 那我們也事實上去問 我們去調查 我們也做問卷 跟各法官調查說 你資歷已經在明庭幾年 在行庭幾年 你現在想要調哪一個位置 我覺得我們的案也很棒 對不對 這兩案一進去 那當然 法官就開始廝殺了 這個案我反對 這個案我反對 我應該要調哪裏 就有的就為自己講話 或者是 有一個第三勢力也出來了 所以光表決案 就是為了表決 一直修再表決 再修再表決 這樣子表決了四次 才通過 就是說表決到第四次 剩兩案的時候 院長賣案三十一票 我們這一案 經過部分修正的 我們得四十一票 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稍微解釋一下 都不是說 好像 法官 願意放棄自己 有那麼多的法官 都不願意支持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 跟你稍微解釋一下 以上 好 我們時間的關係 開放最後一輪 好不好 還沒有 有人有一些問題 或意見 這邊一位 那邊有一位 還有 還沒有 機會難得 不是要買 要把握 好不好 兩位 那把握 一個人 八點大約一分鐘 的時間 好 我這邊有兩個小問題 我不確定要問誰 那就是 第一問題是 我們剛剛 像總理剛剛講過 我們 就是 有改革過 法官 有改革過 檢察官 但是 一個案 就在調查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詭異的組織 叫做調查局 他 據我所知 他的策謀組 卻是全國出名 那 對於 調查局 這個 我覺得還 蠻 蠻 黑的 一個單位 我們 究竟要怎麼去 處理 而不是去 報監裁員的大腿 那 第二個問題是 之後 台灣好像要 就是 現在也在討論說 有沒有要試試看 陪審制度 那 之前的 摩尼法庭也 也有試過 那我在想 如果未來 陪審制度 上路 就是上路的話 那會不會變成 什麼案子都唯一死刑 就是大家說 啊 就殺人死刑 會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想請多講一些 後面 後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那個 就是說現在目前 就是有關於 呃 檢察官 評委會 跟那個 就是檢評會 跟那個檢審會 這個部分 那之前就是有在炒過 炒過就是說 就是這兩個會的 那個 全責其實是有互相重疊的地方 那 如果像是 現在 比如說檢察官的領選 甚至是升遷等等這些制度 對 那這個其實 雖然說現在目前都有一定的規範 但是 現在就是卡在於就是說 對於 檢察官領選 甚至是 升遷啊 檢察這種制度 這個 等等這方面 其實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 呃 這是怎麼講 就是 呃 互相重疊 而且是 有些東西其實 有些權益上 其實是非常 就是 不合理的地方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對於這個部分 就是 有沒有 就是說 什麼樣的比較 另一方面想法這樣子 好 謝謝 你是說那個 檢評費跟 檢審 跟那個 檢審會 檢審會 沒有 它兩個是不一樣的 檢評會是 對檢察官的評鑑 評鑑的部分 就是說 檢察官如果你有法官法所具有 那些為私的事由 那會先送到 檢評會 經過這個 委員的討論 決議 要不要送 檢察院 然後 檢察院來提出 談個案 交給這個 這個 司法院去懲戒 不是 司法院的懲戒委員會去懲戒 這是檢評會的功能 那檢審會是檢察官 包括檢察長 包括這個 主任檢察官 包括檢察官本身的調動 這個是他們有一個 人審會 檢察官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他們去決定 所以這兩會是沒有重疊的 那比如說像 檢評會 我們司法院曾經 請求評鑑 台北地檢一個 名姓的檢察官 後來要休止兩年 那就是我們司法院 送檢 檢評會去 去評鑑 那位名姓檢察官 他們當時的檢察長 姓楊 楊檢察長 他也是自己揮刀 砍自己的 他們也做請求機關 請求評鑑那個檢察官 不過那檢察官真的很遏止 這個我看是非常遏止 我搞不懂這個人為什麼 做檢察官做的這個樣子 這個我稍微跟你解釋一下 這兩個人是功能不同的 對 然後剛才一位朋友提到陪審 陪審案子是不可能每件判事情的 因為陪審團他只決定 有罪或無罪 至於科刑 科刑的部分在美國 他們是由法官去判刑的 那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司改會的 推動的陪審制的草案 他是刑跟罪都是陪審團 都可以決定的 是這樣 我們目前是這樣 我們目前是這樣 那當然這是我們自己內部 我們是敢推動的草案 那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說實在 個案病程 司法院的官審制 我敢篤定的說 已經get out 為什麼 本來這個就是司法院副院長 那個叫什麼名字 副院長 他推的這個官審 不是我們在野的法朝討厭 連他們基層的法官 沒有一個 真的沒有人喜歡的啦 他是把老百姓叫來說 來看一看 表意而不表決 天下有這種事 我老百姓被你來搞兩三天 然後最後講說 你講的都不算數 還是我們自己來決定 笑死人了 這個叫什麼 找人家來說 你看我們法官多辛苦啊 你們要體諒啊 真的是 我都覺得那腦袋 不知道是長什麼 踢推這種字 叫官審制 我們中華民國 有歷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那個官審制 全世界你講的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是表意不表決 韓國 其實韓國 他有沒有 他那個表意 他拘束力很強的 那個 我有就是 參加過 對 然後蘇月桑他自己的想法 是說 因為 法官要那個 否定官審拿表決的話 他沒需要付 對 付理由嘛 所以 這也是我才講 難怪就是基層組法官會幹的 就是 因為 你這不就要把那些事情 然後讓我們把基層法官承擔嗎 就是今天官審 對沒有錯啊 還有就老百姓他也會覺得很奇怪 那我來這邊玩半天 最後你們還是 那你知道 我們律師 我們 我們夠專業吧 你在反駁我的時候都是一句話 你覺得 就把我這一整段就反駁掉了 不足信產 不是 那你反駁到請問 五個官審員來 那律師兩句話就把他幹掉了 那你叫什麼反駁 判決是我們幹太多了嘛 反駁的理由要怎麼寫 就法官人寫啊 重點是他表達之後 你完全可以 幾乎可以說完全不受拘束 這套字怎麼玩嘛 我講到這套怎麼玩 那我也不是說陪審字一定好 其實我自己個人內心上 我是 因為我是施改會的常務執行委員 我在立場上 我不願意跟施改會的這個方向 好像相違背 我自己比較傾向日本的參審字 但是我們做要學日本人 人家花十年耶 花十年去宣傳 去電視然後做微影片 走到很鄉下的去 他們都知道他們要做參審員 人家推才會成功嘛 所以如果要做 我們不要急啦 我也不是說菜上來之後 那你菜我就應該趕快 趕快弄 趕快弄 這次陪審生 我先稍微跟你說明一下 調查站 調查局 這是最困擾的事情 因為他以前是情勢系統 你要知道 他裡面 這種情勢的思維 是很深的 所以 這個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你不要跟陳漢周那麼近 陳漢周我剛才講的 說我們施法改革 當時法官核心的一個 然後很多會說 你不要跟陳漢周那麼近 法官喔 同事 因為我們在搞施法改革 那調查裡面最會害人的 馬的幹 我們一起在搞改革 你跟我講說那個調查員最會害人 他以前是法官 他要怎麼改呢 他在法務部的系統之下 說實在 我沒有跟邱戴山談過這一部分 因為 情治系統的掌握 其實是權力者 最大的 怎麼講 武器啦 你今天比如說 我要搞一個政典 或者說我要搞一個人 或者說要打哪一個打掉 我們要發動調查員 發動國安局 我真的 我半年之內一定把你弄倒 你信不信 對啊 所以這個要怎麼去改 說實在這部分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也不想跟您回答 我只知道說 這部分的改革是讓你困難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把多一點優秀的主任檢察官這一職 特別是有改革裡面 盡量往調查局去派 假設可以這樣的話 然後把 不要把 就是說把馬政府的那個 連政署再把它打回來 我覺得那個是疊床架屋啦 真的是疊床架屋 你又搞一個連政署 又搞一個調查局 其實你們都是一樣的 你們不是都一樣 主要都在辦貪賭嗎 或者是重大的毒品案件嗎 運輸毒品 最主要你們都是這種大案子 小案子你們也看不起啊 對啊 真的啊 你如果賭不外 你給他捷子刀掉 一掉就把他丟到垃圾棱去 你一看都不會想看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的想法會覺得說 假設能夠把優秀的主任級的檢察官 進入調查系統裡面 然後這種理念 跟這種 對法治的比較起碼的尊重 能夠兩年三年的 赤裏的執行下去 我覺得調查系統應該也會有一些改觀 我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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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真正剛剛那個陪審的問題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對自己那麼沒有信心 如果大家看過 就是斯改會曾經辦過的模擬法庭 其實我們透過媒體 我們透過網路 我們去指著法官說你是白癡嗎 說我不判那個人死刑的時候 那很簡單 當你坐在那邊 我要判他死刑的時候 這有多難 你知道嗎 你去看 你去看 可能之前那些例子 其實陪審甚至在那個 他們不知道我們有錄影 他們在那個房間裡面 他們其實是很 壓力非常大 甚至會落淚 因為當他要去做一個決定 當他的一個一念之間 決定一條人命的時候 那個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相對 就是像李律師剛剛說的 其實我覺得這條路還很長 那推陪審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配套措施 那基本的 我們要從法治教育紮格 就是他 這條路很漫長 那如果之後我們有任何的 相關陪審的模擬法庭的活動 我其實很希望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大家可以進來這邊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一起想 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式這樣子 對 我覺得其實大家不要對自己沒有心 只要老化也去多一個官司吧 就 就多一個力量 對 就是謝謝 最後最後還有沒有人有 你覺得非得要問 也要問 這才可以讓兩位結束嗎 沒有 沒有 非得一定要有問題 因為我們時間這樣已經超過了 來 沒有嘛 好 那我要問 其實剛剛有提到一個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 剛剛提到那個檢察官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覺得說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台灣的司法改革 如果硬要 其實不能這樣比較說 法官 檢察官或律師 以他們不同的位置上來比較 但是如果硬要我要講的話 我真的覺得台灣的司法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癥結點 是卡在我們的這個檢察官的問題 也就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看到好像 這個 法官從內部的改革 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出戶的成功的一個 獨立的一個狀況 司法獨立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看到檢察官 檢察官其實也 他們也爭取到一個獨立的空間 剛剛有同學提到那個什麼 檢察官的人審會的這個 他們也可以是民選 就是這樣就可以由他們自己來選擇 可是呢 為什麼還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過去這幾年來 不管是 扁政府的時代或馬政府的時代 其實執政的人 他們都還是想要利用到這個檢察體系 手想要伸進來的檢察體系 我自己的結論很簡單 當你控制了檢察官 那你法官要多獨立都沒有關係啊 因為只要檢察官控制住了 我這些貪污的 就不會進到法院啊 不會起訴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的道理 所以有權力的人想要掌控的是檢察體系 那所以我一直覺得說檢察體系 是一個還是真的極度需要被改革的 可是就一般人民來講 可能不知道這些比較更深入的東西 可能 對啊 一般來講 就像剛剛司改惠他們這個去收集一些 他希望我們可以司法可以保護我們 這是一種很卑微的一個請求要求 那所以我說司法改革它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過程 那它也是非常辛苦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面向值得我們去關心 那不論如何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你關心的那個面向去討論 開始去跟你周邊的朋友討論 好 死刑也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我們只有辦了好幾張死刑的 好 那所以這個不管你關心的是什麼樣的議題 我覺得司法改革是要靠全民的參與 而不是說只有某一個位置上 司改會要參與 律師要參與 或法官或檢察官才參與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整個台灣公民 公民社會 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想要建立一個我們理想中的那個司法的系統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就是應該要自己捲起袖子來 自己去參與這個司法改革 那我想時間上的關係就是我們 今天先暫時進行到這邊 那可是待會如果會後如果有需要再跟兩位獎者可以做一些互動 我想到 好 你有發下去了嗎 有的 大家手上有拿到司改會的卡也歡迎大家可以寫 然後待會可以回收給司改會的工作人員這樣子 那也可以再做一點互動 最後最後我們要來預告我們下一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 我們請志工幫我們發一下這張庫卡 好不好 發下去 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我們很特別 大家有聽過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 哲學家叫做漢娜阿倫 漢娜二蘭 這個邪惡的平庸性 那下個禮拜我們哲學星期五 我們搶先撥印喔 你看到這張庫卡 6月17號要在全台灣上映的這部紀錄片 那我們下個禮拜在哲學星期五台中 我們會再想想這邊搶先撥印 所以下個禮拜六點半 我們平常七點半開始 可是因為這部片有點長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會提早到六點半開始 然後開始看電影 看這部電影 電影應後我們會邀請到東海大學哲學系的江文斌教授 他會來到現場跟大家做應後的座談 那也歡迎大家下個禮拜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 都沒有休假的 每個禮拜五晚上 來到想想人人空間 跟我們一起進行這個哲學星期五的討論 好 然後我們志工提醒我 剛兇火的期間 那個我們 因為我們哲五都是志工團隊組成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哲五這樣活動很好 願意支持贊助哲五 那可以有一些零錢或者是有一些職操 都可以投入到我們的這個益柱箱裡面 好 謝謝大家 謝謝